欢迎我们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这次我们就讲讲 这个阿侵 原来 现在 现在美国的官员 依然是拜登政府官员 现任能源部长 就很害怕了 因为现在 阿侵任命的能源部长也挺搞笑的 当然 他现在任命的那些人 也使得盟友 活了一把难案 大家知道作为更加 廣泛税制改革的一部分 其实特朗普过渡团队近日 亦是爆料 就说 这样 可能 就会将削减通胀法案 真的 我反而相信 将削减通胀法案 IRA的核心措施减 当然 当地时间 之前 在台湾地区 别人不邀请他去阿塞拜疆 那里开 联合国第29届的气候峰会 他自己整个办公室自己开 可以吗 看网上 美国的能源部长 格兰霍宝说 如果特朗普上台之后 取消电动车 的这个 是 税收底面的话 那就糟了 大家 有人就说不会取消 是 马斯克 不过是这样 如果马斯克可以豁免 其他不可以豁免 是的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品牌 但应该是很难做到的 不知道 反正他可能用一些招数 就是特朗普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做的 硬来肯定可以 或者这样 他还有日本和南韩厂 在美国有设厂的 都给他的 不好意思 其他汽车品牌也不行 只是美国本土品牌 也可以 这个方向 这个也可以 当然 也令到 现在 这位现任的美国留言部长 他就说 你这样做 不是等于 向中国是割地 呃 又不可以这么说的 但是 客观 就是这样 而且特朗普 很搞笑的 特朗普 是提名石油行业CEO 賴特出任能源部长 而且 賴特曾经说 我不信有气候变化 这个挺好笑的 那政策当然 大家都很担心 如果 没有削减通胀 那些 所以说减通胀法案的补贴 其实 美国在绿色能源转型当中 就会 将最后机会拱手商量给中国 所以他们就担心 这样的话 等于这个世界又少了之旗 你知道太平洋倒国 他们就 很希望有多些绿色政策出来 并且帮助他们 如果 连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么 特朗普 就等于 向中国割地 当然了 他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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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带就有了 其他美国的品牌就有了 日本南韩就没有了 法国就没有了 其实这位能源部长即将射饮 他就说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真的很麻烦 你取消了这些税务的底面 最终会将 电动车这块领域 割让给其他国家 尤其是 是等于割地给中国 如果我们就手旁观 看着 离岸外包后再次兴起 并且放弃这块领地 因为削减通杉法案 他就很厉害 他有大量的补贴 令到欧洲的巨企 欧洲的巨企 欧洲、南韩、日本 去了巨企 车企 去了美国 欧洲巨企 应该很难有巨企 他自己有 你只能给南韩和日本 欧洲那边就吵了 只能给特斯拉独家 是的 这个事实上是 当然他就说 我们如果 想参与竞争 我们只能够补贴 并且保留这些 奖励的措施 这些激励 买电动车 其实他们也只是补贴 不凡得我一不九 胆话美国佬 现在不会 因为现在是 石油公司 石油公司 他要你 买多些汽油 买多些石油 天气 没错 当然 美国现在就推进 绿色转型有关的项目 并且国会议员亦希望 在这个项目当中 他们的选区 都可以有一些 如果你有一些 就得到补贴 但是 特朗普当选 现在最糟糕的是 他有机会 废除大量 拜登政府时期的 气候措施 将会影响 在就业 还有 这些绿色 能源转型 对全世界来说 其实都是软实力的一种 因为 你起码 虽然他的衰格 也是口说 但是 始终我也大声说 现在我为全球的 绿色转型 碳零排放 为了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受到气候影响 是做事的 大家记住 我们是美国 我们是西方 我们一定会尽这个责任 结果 特朗普可能倒转 你也应该 预计他倒转 是吧 原来 这位能源部长也说 在大家刚刚 被拼用的时候 取消这些就业机会 即是指那些绿色能源 因为他要 在美国建厂 绿色能源转型的工厂 相关产业 其实政治上是失职的 而且 而且这位部长也强调 这个对于振兴美国製造业相当有帮助 并且指出美国作为 世界最大经济体和石油生产国 他们国家商界 现在就希望华盛顿 在气候政策当中 给出一个明确的 方针 明确方针 他就不相信 他很明确的 其实他也很明确的 明确的 明确的倒转 没错 这位部长也说 美国政府 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时 退出了巴雅黎协定 之后拜登政府又重新加入 特朗普 过渡团队 已经放消息出来 再次退出 还要 打算 将 美国环保署的总部 迁出华盛顿特区 他说这么瘋 当然 他就反对 我们不能退出 加入再退出 这样 是来来回回 我们常常说 就是 你这样 叫做 来来回回 好时间 好人力 物力 他是这样的 是吗 他要跟别人说 是不同的 拜登政府完全不一样 倒转 倒转地球 当然 他也说 清洁能源转型 已经启动了 无论哪个 未来主宰白宫 这个进程会继续进行 以任何 忽视气候变化的措施 都可能 犧牲华盛顿在蓬勃发展 这个脱碳行业当中 的地位 他也说 你听听你中国 又拿中国来说史 为什么我们 要屈于中国这样的经济竞争对手之下 他也承认 现在绿色技术 中国依然比美国领先 当然 他也说 我们有自己的经济策略 他们成为 世界第一 所以我们退出 更加大事 我们会再次失去这块领地 对于美国来说 工人来说 和全 各地的社区来说 非常糟糕的决策 但是他说 我现在 特朗普可能说 我现在兑现我竞选承诺 是吗 那当然 人家再问这位 是 部长 他就说 我们要继续 拜登政府 时候的 政策 但是 你想继续 看看 川普 过渡团队发言人 怎么说 他就很简单 我们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兑现 竞选活动当中的承诺 竞选活动当中的承诺 他不是多次承诺要提供美国石油产量 呼吁结束拜登政府的削减通胀法案那些补贴 对 但是没有具体说他针对哪些措施 这也够你害怕 你不是想着 削减电动车这些可以行面于难 Elon Musk 各间公司就可能 他就可能 其他那些就硬缸 没错 其实 特朗普 可以利用废除 这个补贴的资金 原来他就想着 将 第一任的一个计划就是 减税计划 这个减税计划 即将到期 他就拿钱 去 顶住减税 其实多家媒体 也看到拜登政府一些清洁能源政策 就 向共和党执政的州份 是输了资金的 很受欢迎的 预计很难叫停 所以过渡团队 将7500美元电动车 在 税收底面 作为一个目标 认为取消他的提议 可以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当中 获得广泛共识 取消电动车的 税收底面 其实也是补贴 因为他减了税 亦得到石油和天然气 业界的支持 废话 当然啦 他是利益相关者 他是shareholder 他当然是支持 你用这么多电话 我搞石油和天然气 谁买 谁买 对啦 而电动车 和电动车电池製造商的 股价 一听到就立即 跌下来 其实 当时 有Tesla Uber 还有Lucid 还有 松下 松下就是日本 他们电动车公司和电动车电池商 亦都成立了一个游说田体 就叫做炭灵排放运输协会 亦都投票支持共和党各州 就是将受到主要 影响作为理由 敦促特朗普不要 取消电动车 的免收 这个补贴 即是这个补贴 就要继续下去 其实这个协会亦都说 生产 税收底面已经 推动了昂赫俄 肯塔基州 默杰根州 挑战亚洲 等等的就业 大幅增加 取消这些生产 和 消费 税收底面 将会是削弱投资 亦都会令到美国的 失业率上升 看看其实特朗普团队的 这项措施 亦都得到作为 搞笑 原来 税收减免 对于真正 赢得和中国的竞争 是很重要的 但是 特朗普团队 的这项措施 得到美国最大电动车製造商 Tesla的支持 听得出有什么玄机 其他东西 他应该其他东西 给了一些好处 这个Elon Marks 我都想了 作为 目前唯一一家 你记住 是可以实现盈利的 美国电动车製造商 Tesla 可能 从取消电动车税收 的底面当中受益 因为 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 竞争对手 这样对于Tesla的对手造成 伤害更大 原因 滑海就在于 他们的 占据市场负额 有巨大的 差异 因为你补贴 其实你对变相帮 是那些比Tesla差的企业 有竞争能力 是不是 那现在你不补贴 你知道大企业 始终 是对于Risk 就是这个 风风浪浪的 抵抗力是强很多的 resilience很多的 当然 马斯克亦都说过 我是特朗普身边坚定 还有 他也承认是狂热支持者 7月份的时候 就是取消补贴 可能 会轻轻的伤到Tesla的销售量 但是 对于他们的美国竞争对手造成毁灭性的 影响 我想这条死人也计算了 对呀 如果他们全失败 就算取消补贴又怎样 大家都逼着买我那些 之后对中国的 电动车有加征关税 但是 加征关税会对中国制造Tesla加征 还是有其他的措施 这个真是之后会有 当然之前他已经宣布了中国制造的 也是要加征关税 那么 看回Tesla 当然 他们就说支持 Tesla的投资者也是 是一家知名的投资组合公司 他们也表示 Tesla 可以承受失去补贴造成的销售打击 因为 他们公司制造商的制造实力 降低了成本 取消补贴就意味着 竞争对手赶不上 甚至竞争对手会消亡 也没有办法 你取消补贴 即是成本上 与Tesla是没有得竞争 因为它是大 有差不多的 是启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在保护 主义政策之下 美国电动车行业未来可能 就没有办法与中国竞争 那看看 这个 对于 超过 中国电动车行业的 这些野心勃勃的想法其实也很难 超过也很难 其实 的确确现在中国製造 就是我说的电动车 的确是强的 那看看 原来 亦有共和党 策略分析师 叫Mike Murphy 他就是 说 结束电动车补贴 Tesla第一 其他人第二 第一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 他应该是最容易被照顾到的 他亦说特朗普政府现在表明了 他们绝对没有兴趣 帮助 美国汽车工业在即将到来的 是这个电气化时代 和中国 在国际市场 一共 其实他不想国际市场 他只是想着不让中国的车进来 搞多些油车 和世界潮流 倒转行 他也不是没试过 对吧 他也不是没试过 天气是假的 你就看看是真是假的 反正我们说回 特朗普提名这位 拉特 章出任能源部长 赋予他 他就说能源部有很多繁问欲哲 希望 推动 石化燃料投资 特朗普这个宣布再次震动了美国和盟友 这位拉特 是 石化行业的高管 又是气候变化的怀疑者 那就全部倒转了 小罗布金莱迪也是不信是接种的吗 他那个冲击就少一点 因为始终大流行也通过了 是 但是也是搞笑 他也倒转 是吗 看回这位拉特 是气候变化的 加剧 你就试试看看真是假的 拉特曾经说 他说不存在气候变化危机 我们也没有 需要经历所谓能源转营 就在早两天 特朗普过渡团队 就说 这个补贴一定要取消 也有机会取消 当然看回拉特 也是 特朗普竞选活动当中主要的冠款人 同时也是石化行业的坚定支持者 大力提充石油和天然的开发 美联社就说 他 很厉害的 即是顶着所有的压力 行业反对 是应对气候变化努力 最强烈的声音就是来自这位阿哥 当然拉特 担任 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 是 水力压裂公司 水力压裂就是做那个 业岩油 没错 业岩油 美国能源部负责 是美国的能源外交 还有 是 战略石油储备 和是推动 能源技术的 赠款 还有贷款计划 亦负责 是 监管老化的 美国核武 综合设施 和 核能废物处理 和17个国家实验室 你知道 为什么核武 美国核武 特朗普曾经说过 这个能源委会将会有 所有参与生产 监管 还有运输 所有形式的美国能源机构 和部门组成 他也宣布 继续 监管 是这个 勘探石油 转探 不用担心 扩大所有能源的生产形式 喂 这些全部 讲 扩大所有能源 即是石化能源 看来他就是说 亦都促进 是经济增长 并且 是创造高薪的工作 这样说 究竟信不信呢 这人也是 吹水得挺能力的 但是 能力还是能力 真的做的时候 我们拭目以待 是吧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